小张说他打算买几张京东易卡 这是京东平台的电子储值卡 12月1号在咸鱼上逛了逛 然后我就在咸鱼上搜那个京东易卡 然后店铺上面还说的是一个打折 打九折 我跟卖家他聊了嘛 然后卖家他就告诉我怎么操作 然后他发了一串数字 然后让我复制到京东 这个咸鱼卖家在页面中介绍 出京东易卡1000元电子卡密 供货价九折 在聊天记录中 卖家让小张到他的京东店去拍 拍好了联系 给小张发京东易卡的卡号和密码 小张按照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 在京东平台搜索后 出现了沃尔玛电子礼品卡的购物页面 这家京东店铺叫联咖会旗舰店 页面提示应妥善保管卡券及相关信息 不应泄露给别人 就按照他那个操作进行那个购买 页面上他显示的是那个沃尔玛的卡 你不是要买京东易卡吗 他说了他说我按照他那个操作的话 最后是可以成为那个京东易卡的 一共是六张 然后一张是九百一共是五千四百元 也没打这样 对对对 点开小张购买的电子券码 提示切不可将卡号卡密交给其他人 小张说他留意到了 然后买完之后的话 我就想找他想转化成易卡嘛 这个时候他就想找我要那个卡密啊 包括一个二维码 他说要进行一个合销 合销之后他说他再会把那个京东易卡再发给我 我当时就已经怀疑了嘛 我说如果合销了 这个钱就直接就没有了 我就没有给他了 他跟我磨了一会 他老羞成怒就把我直接拿黑了 我之后我开始复盘了一下嘛 然后我发现咸鱼上这其实就是一个骗子 发信息给咸鱼卖家对方拒收了 小张觉得那咸鱼卖家就是想把事情弄得复杂化 让自己稀里糊涂透露卡号密码 事后他绑定合销了沃尔玛电子券 在微信小程序能查询到每张卡的余额 没有问题 因为我想买的是京东易卡嘛 结果最后到手的话是沃尔玛的卡 就卡号和卡密尾也没有泄露 就我想看协商一下能不能给我退掉 其实是可以七天五牛退款的 虽然京东商家这边是正常买卖 不过小张本来想买的是京东易卡 所以他想看看能不能协商退卡 这家店铺之前回复 因为卡密产品属于明码 已经发出无法二次销售 不支持退还 小张又联系了京东客服求助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